好 這個朋友幫宏偉相親 是 因為我是很喜歡小朋友的人 剛好我周遭的一些 比較好的朋友他們都結婚 然後小孩都三四歲 其實就是正好玩可愛的時候 然後每次譬如說 他們自己家家庭要去聚餐 或是出去郊遊玩耍 都會約我一起去 我順便帶小孩 那因為我很喜歡跟小朋友互動 那他們也很希望就是說 像我已經將近五十歲了 已經四十幾歲快五十歲 他也很希望說 我假設有一個對象 然後能夠有一個家庭 有小孩子 他們的小孩子 也可以變成小孩拼 然後一起成長 大家兩個家庭一起出去玩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件事情 其實在我心裡面來講 我覺得這也是我夢想中 一個很期待的一個人生的一個階段 但是也很很怪一點 就是說我平常 我不管在電視節目 或者是我私底下 我都會說 我是一個很膚淺的人 我也是會把我喜歡的外表條件 我就會直接拿照片說 我喜歡長這樣子的 就是外表可能要長得像潤兒 然後身材可能像林明珍 當然你可能沒辦法百分之百達到 但是我覺得就是我們這麼努力的 充實自己 讓自己變得條件越來越好 而我們總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個 我們心中所愛的對象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們很努力 我們也很喜歡外在美 我老實說不否認 對不對 那也因為我們希望能夠 失業線要長 要有失業 因為聶經 聶經自己忍忍忍忍 充實自己到這種程度 你不可能去委屈自己 對不對 我們總是希望能夠跟自己心目中 美好的另外一半共度於是 然後他們就很積極 而且加加上我的 那一次相親是這樣子 我那一對朋友是男的帥女的漂亮 真的是很夢幻的組合 然後我想說美女的朋友 拿的就你啊 沒有 我的朋友幫我介紹的那個對象 對 他們那一對夫妻 我想說他老婆這麼正 IG上面有十幾萬追蹤 美女的朋友大部分應該也會是美女吧 然後我就會很期待 那我也不會去跟他要照片 要照片去看 好像寫得我很膚淺 雖然我很膚淺 那我想說這個驚喜就流到吃飯的時候 我們再揭開那個禮物 結果那天我們就約在台北市 是一個蠻有名的溫體牛的火鍋店 因為做圓桌比較好聊 然後我們就先到了 那我們就開始跟我的好朋友夫妻 小朋友在那邊聊天聊天 就這個女生一直沒有出現 那我的這個設計師 我這個朋友 因為他自己開髮廊 有開三四間 那他開三四間 他其實已經經歷過很多的室內設計師 幫他裝潢各分店的這個裝潢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說最近他幫我介紹對象 就是他目前的旗艦店 差不多七八十瓶 然後他人家幫他介紹這個設計師 非常盯金 就他很多細節 美感 包括能夠省的部分 他都說他不會讓你花這個錢 很多 因為他們其實已經裝潢兩三間 其實基本上他們經驗已經很豐富了 就沒想到這個設計師給他們東西 超出他們意外 他覺得這個設計師真的認真負責 然後呢 美感他都給我看 他最近裝潢的一些狀況的照片 我覺得這女生的sense很好 就是他要的東西的風格一樣 是跟我理想中的是很像 如果是我是這個設計師 我也會照這樣設計 那我就期待了 因為設計師你這麼有sense 這種美感 那條件應該是也不錯嘛 就我們在那邊聊聊聊 就一個女生就突然叮咚進來 風塵撲撲走進來 然後我想說奇怪 這個人有點眼熟 好像我家隔壁早餐店的老闆娘 他就走在旁邊就坐 坐在我旁邊 因為我的朋友跟他大聲招呼 他就拿給你三明治 加上一杯大賓 當配大賓來 我當下我其實有點訝異啦 就是說我原本期待是一個 很有型的一個設計師 那設計師 怎麼會變成早餐店 老闆娘坐我旁邊 因為他說他是因為跑去監工 他不是工地監工 他就戴一個鴨舌帽嘛 然後穿一個那個土黃色的一些T恤 然後就是牛仔褲跟布鞋 就就風聲噗噗噗走過來 就坐在旁邊 跟我朋友在打聲 我說抱歉 抱歉 我遲到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心裡 已經有一點涼意了 有點涼意 把他吃著我平流 可是我心裡是很冷的 我也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去對話 你知道嗎 就幸好那一次的聊天過程當中 是讓我覺得是開心的 因為我們在講有關於美感的一些東西 其實他是一個很有sense 那只是他對於自己的遺容外表 他是真的沒有很在乎 因為我那一頓飯吃的事有點尷尬 是因為我之前在節目上有講說 我看人就看牙齒 他牙齒其實是ok的 但是那一天他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人看牙齒 看女生我先看牙齒 你喜歡看牙齒 牙齒是很整齊 就像在挑馬的一種感覺 然後他那天就是 他可能因為那段時間 他裝潢其實是很累 我就看牙鼻毛就是跑出來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坐在我旁邊 因為你講話你總是要面對他 那我就眼睛一直在看著他的 在外面搖曳的鼻毛 然後我就我很想要去幫他拔 你知道嗎 因為我很重視這些很細節的東西 打會痛啊 用剪的 但我都用拔的 就是爬鬆 爬鬆那種感覺 就有時候你拔到那個很長 會掉眼淚嘛 因為像是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就是 哇 自己吵 我都自己吵 我都自己吵 對... 然後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講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跟我的那一對 對夫妻 朋友夫妻去講這件事情 但是聊天的過程是真的很愉悅 很開心 因為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但是你說我們可以做好朋友 我們可以做好朋友 我們不管在未來 有關於這種設計的東西 因為像我的電影是我自己設計的 我就可以跟他做分享 做討論 但是你說你要我跟他開始 從男女朋友之間交往的話 我是真的沒辦法 他是有一根跑出來 一戳 就是一戳是真的 他應該要跟他講說 戳進去是不是 但是有時候我們講太開心 你知道嗎 我們講他就吵氣 他就... 吵氣 他那個是很可能 那一戳好瞭解 真的喔 對 那個我聽他跑出來是 從面向來看 但他是真的是很認真 你看我們約是約六點半 他是差不多將近七點半才到 然後沿路上一直傳訊息 打電話說他遲到 是因為他剛剛從工地 發生什麼事情 趕過來 那我問一下女生喔 怡莉 像這個洪偉說 他看女生是看牙齒 這樣你們女生是看男生的什麼 我是看眼睛啦 眼睛 對啊 看眼神啦 因為有些男生就是 如果眼神邪惡或是 眼神邪不邪惡看得出來 當然 有些男生就是會打量你 或者是他 我媽媽說不要怕水背有沒有 水背 對啊 要不然就是那種什麼 三白眼的那種的啊 對啊 我覺得眼神蠻重要的 一個人正不正直 黑眼球很小 對 那不行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看皮包厚度 我們這個年紀就是這樣 皮包厚度 那看鼻子 對啊 看收入了啦 就是看收入 一眼是眼神 第二個是皮包厚度 對啊 身高啊 體重那個都不在意 其實也不要太矮這樣子 然後體重胖的話 我可以幫他減肥嘛 對 營養是不是 對啊 所以就變成是 就是說看條件了啦 不要說差太多這樣 是...那妳看什麼 我都在意 剛剛講的每一點我都在意 鼻子 眼睛 眉毛 嘴巴 身材 身透啊 然後氣質 還有興趣 我都在意 我坦白講 那個 所以這是不是他 像過幾次會沒有結果 的原因 應該是吧 要怎麼說呢 人是有太命嗎 對 人真的有命 人以前有一句話在說 說紅包 紅包 本來就煮定了 一個胸皮 一個胸蟲 所以說你沒有 一個胸皮 一個胸蟲 對啊 一個草蟲 一個胸蟲 對 早有辦法做會嘛 那所以說夫妻其實是 丁死人的煮定了 這比較宿命 宿命論 但是問題是如果沒有這樣子 你們真的沒有辦法在一起 因為怎麼樣 你們一定要在一起 除了講話的時候 一定會花出那個叫什麼火花出來 對 一定要有那個才能夠 溝動天雷 天雷 地火 你沒辦法溝動 你們根本就 雖然是兩個人一直講一直講 但是都是平行線 那依你的專領 你看到一個人 你都先看什麼 我其實說真的看人 我們第一頂一定要看眼睛 因為眼睛如果說他的眼睛 他跟你談話的時候 他眼睛不是針對著你看 所以他的眼睛飄來飄去 飄來超級 這樣就是他在想你 他在跟你說話的時候 但是他心肝的在設計 他也不要怎麼跟你演下去 所以 演下去是什麼意思 設計晚上要跟你演下去 我以前都這樣說 但是現在不用 現在都自己倒下去 這主動 這樣的女生都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是應該要看眼睛 眼神很重要 眼睛非常重要 但是眼睛還有一個 就很容易看得到的 就是眼球 如果說 因為有的人 你有沒有看到眼睛 其實我覺得眼睛大小沒關係 他的眼睛要眼神 眼神還有就是說 他如果說會飄忽不定 那就不行 OK 好 先休息一下 我完全認同